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YouTube频道 武汉肺炎的疫情现在的进一步的跟进我们都给大家回报了 今天我们再次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 我们自己民建联今天要求特区政府 在入境的管制里面要采取更加严厉的入境管制 因为我们见到疫情的蔓延我们应该采取一个 疑紧不疑松的安排 所以更加收紧入境的管制是所谓何事呢? 我们现在亦都要求所有 无论是不同地方的人士如果进入香港 必须都要出示一个健康证明书 如果不能够满足到这个条件的话 就对不起了就不可以进入香港境内 同时我们知道有很多香港市民 是早前回到内地再由内地回到香港 但这些香港市民我们亦都再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亦都要求他们回到来接受一个强制的14天的隔离 以及一个医学的跟踪 事实上这个亦都是为了防疫的工作 能够进一步到位的实施 我们认为就算是香港的居民 哪里的人士都要有一个严厉的管制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 全国包括中央政府本身 亦都对于人流的管制 是采取了进一步措施的 大家看到 刚刚最近中央政府再进一步宣布 是 再多一些的城市的自由行的来香港的签署 已经全部停了 包括最早期的时候停了旅行团 停了早一阶段的自由行 再停了现在刚刚宣布的自由行的签署 我相信内地的旅客入境香港的数目 已经是绝大部分的减少了 但是我们认为 如果要再严格地做好人流的控制的话 我们再进一步亦都要求 入境的人士 无论是哪个地方来的人士都好 他都应该要出示健康证明书 如果他不能够满足到这个要求的话 我们就认为他们不能够进入香港境内 香港的居民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如果由内地回来香港 我们都认为 他们应该接受14天的强制的家居革命 我们觉得这个措施 亦都是为了防疫进一步的举措 同时亦都今天再建议 特区政府 大家知道有留意我一直都讲口罩的问题 除了要求特区政府尽快将口罩列入 储备商品条例以作规管 可以定价限价发售 限购和可以完全掌控债市面的供应 亦都发放到全面的信息 除了这项的工作 我要求特区政府尽快执行之外 我们都再进一步要求特区政府了解到 现在本地已经有一些厂商 是有意去投入生产本地的口罩 我觉得有意的厂家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意向 亦都准备扣入生产线 我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尽快 向这些厂家作出一些配套的安排 配合他们尽快可以拿到生产线之后 让他们尽快可以在本地投入生产的口罩 我觉得这样对于现在的全城口罩方 是一定有一个舒缓的效果的 在这里我亦都再三呼吁 医护人员千万不要去采取罢工 这个罢工的行为 虽然由一部分的医护人员发起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有其他的医护人员 尝试响应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为什么我说是危险呢 因为这个 摆明是将我们全香港市民的利益 摆上桌 医护人员对医护的工作 包括他们需要多些装备 更好的保护 因为他们在前线 他们这些诉求我们是可以理解 我们要求特区政府尽量配合 但是关于某一种 涉及到有一种几乎是政治的诉求 这样的说法去做的时候 还要采取那么激烈的手段 去用罢工的手法 去要求争取他们的诉求的时候 这样是完全伤害香港整体利益 其实很多的本地市民香港市民 他们现在昔席现在的时间 就算不是说武汉肺炎 他们对于求疹的需求是非常之大的 很多的老药 妇孺等等 他们都需要这些医护服务 在这个时候才来罢工 把全香港人的利益放上台 我觉得这件事的确是伤害我们香港整个城市 也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希望医护人员不要再响应这些罢工 我希望他们能够明白 医护人员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天职 第一就是希望去救人 也都希望去救活更多的生命去处理好医护的一些工作 如果大家都本着这个原则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一条心去投入医护的工作 在现在我们香港一个这么困难的疫情的时间来说 绝对不能够罢工 如果在这样罢工 其实是等于在香港玩火而已 另一样东西就是说 其实现在我们见到处理疫情的安排上来说 我们都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或特区政府 都一直是向着收紧两地之间的人流限制 亦都是进一步管控好两地之间的人流 向这个方向去做 其实我们现在都见到是向这个方向发展 如果大家都觉得我们认为 还未够的 现在还需要去再进一步去做呢 我们还有进一步的建议 除了我们今天讲的进一步限制其他地方入境的人士 必须出自健康证明之外呢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说 可以采取进一步对于不同的 现在还在运作的口岸 是不是可以考虑 缩短一下运作时间 让人手更加集中在运作的时间里面 处理好所有的无论是检疫 测试或所有申报的安排 因为现在人手我相信都是紧绝的 在口岸或关口必须严格执行这方面的措施 如果能够缩短口岸的运作时间 可能会来得更加好 我们认为 管控好两地之间的人流的往来 只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也包括香港市民由内地回到香港 我们都认为应该要对它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就是所谓14天的家居隔离 我们都认为大家应该要做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是可以有效地 去确保疫情 不可以蔓延 其实我们相信如果大家理性地 去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就不会掉进去 对方不断地提出的一些所谓的政治的诉求 或者反过来用罢工的手段 去威胁我们全香港市民的利益 这个是绝对不要得的行为 所以反对派不要再附和 所谓发起罢工的医护这种行为 这样是损害香港的整体利益 是害死香港的 我们先试试的 我的 我的 我先试试 我先试试